低處未算低 11月香港整體物業註冊量跌至緊約3,700宗 較年初第五波疫情爆發期間更少 創近四年新低 據美聯物業房地產數據 及研究中心綜合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 11月整體物業 包括一手私樓、二手住宅 一手公營房屋、工廂舖、純車位及其他等 註冊量共63,705宗 較10月4443宗按月進一步下錯約16.6% 連跌3個月 值得留意的是 11月的註冊中數比起年初第五波疫情爆發期間的2月3,998宗 及3月3,828宗更少 並創自2018年12月後的47個月 近四年、新低 月內無論一手私樓、二手住宅、工廂舖、純車位及其他等物業註冊量均按月下跌 住宅方面 在不包括一手公營房屋之下 11月一手私樓、6374宗註冊 較10月大減約45.2% 二手住宅方面 11月62512宗註冊 較10月逆下跌約4.3% 鑑於簽署買賣合約至遞交到土地註冊處需時 每月註冊個案一般主要反映前一個月市房 所以11月的註冊量反映的是10月市房 不過 相信11月成交並非樂觀 據美聯物業分行統計 11月份十大二手屋苑共錄得約150宗 較10月回落約11.8% 並為7月後的4個月新低 現時樓市仍受制加息陰霾及環球經濟氣氛拖累 而且疫情反覆 故入市意欲維持低企 樓價延續跌勢 成交以減價損盤為主 市場更出現不少涉釀成交 為目前樓價已開始沉底 故即使短期內二手交投低位横行 當購買力及損盤積墜 成交會略為反彈 樓市究竟何時復償 有個指標可以供各位讀者參考 一般而言 樓市的走勢是落後於股市二至三個月 近日受到內地提振經濟措施的刺激 港股開始重拾升軌 一度重上萬九點 如果我們相信港股已經復償 當度過聖誕 及農曆新年兩大傳統淡季後 購買力有機會於春節後釋放 近月的一手市場頗正 發展商應促勢待發 相信明年初會有新盤大軍壓景 如果開架繼續貼市 絕對可引起搶購潮 刺激大市的氣氛 連帶二手交投也有機會轉旺 屆時或爆發 小陽春 樓市小陽春後的走勢 很大程度要看整體經濟情況 現時市民對後市的信心營約 參考另一個重要的後市指標 美聯信心指數 最新報31.3點 雖然回升 但市仍創出於三年以來的第三低水平 而且持續低於平均值 屬樓價好淡分界線 這反映出樓市觀望氣氛仍然濃厚 預期未來一段時間樓價跌勢持續 長遠的樓價走勢 則要看兩地防疫政策 通關的時間表 以及明年二月份的財政預算案 是否會推出新的放寬措施 為樓市鬆綁